严徐香火是老一辈人传统的想法 很多人都信奉养儿防老这句话 更有不少人认定这个儿治的是儿子 甚至在一些明星家庭也存在这种想法 今天要介绍的欧阳龙便有此观念 他是一个极其传统的人一直想要一个儿子 其妻子饱受多年折磨也未能让他如愿 然而他最终却因为一开始非常嫌弃的女儿走上了人生巅峰 欧阳龙最为内地观众熟知的角色 当属他与赵雅芝合作的金华燕云 剧中他的扮相俊秀儒雅细致清丽 备受少女观众喜爱 除了事业之外 他的感情经历也为人津津乐道 昔日红遍大街小巷的忠实当家花旦陈玉梅 16岁时拍广告出道 因外形亮丽 短时间内就累积了超高人气 接着被制作人迪瑞丽·利捧 出演《六点半》闽南剧爆红 在当时风头无两 可偏偏他遇到了欧阳龙 两人恋爱六年后因性格不合分手 对于欧阳龙来说 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情势 却间接毁了这个女子的一生 与欧阳龙分手后 心灰意冷之下 陈玉梅随随便便 就嫁给一位声称喜欢她的富豪 未料豪闷难尽 11年后婚事告吹 还险些因此轻身 而彼时 另一个即将陪伴欧阳龙多年的女人 正在演艺圈混得风生水起 那就是傅娟 傅娟年轻时不光歌艺了得 演技也很出色 在冰点 欢喜楼等热播剧中 塑造了一系列经典角色 是当初无愧的全能型明星 虽然傅娟的演艺事业发展得有声有色 但她的观念却很传统 向来觉得女人最重要的战场是家庭 在她事业震慎的时候 便经常幻想嫁一个如意郎君 回归家庭相赴教子 在一次国际马拉松大赛上 傅娟与同为演员的欧阳龙邂适合 迅速碰胀出火花 很快便供与爱河 虽说两人爱得浅犬易浓 但却有着不小的分歧 傅娟渴望安定 想要尽早领阵结婚 而欧阳龙却观念超前 认为有爱万事足 不想过早被婚姻的琐碎裹歇 这让傅娟很苦恼 她试图慢慢渗透欧阳龙 谁知很快就到了十年后 两人相爱十年 傅娟已经33岁 遭过了一个女人最好的阶段 突然有一天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便将这个喜讯告知了欧阳龙 并再一次郑重地提出结婚的建议 而李芝年后的欧阳龙 想法渐渐有了改变 在女友一再要求与劝说下 不婚理念开始动摇 终于点头应允了傅娟的提议 但不知是不是有意 新婚之夜 欧阳龙和几个朋友 大了一袖麻将 将傅娟一个人留在洞房 独守空房到天亮 历日一早 她回到房间 一头站到床上 睡得不知天地为何物 可等她醒来 傅娟却全然没有怪罪之意 而是端上热茶国品 视力一旁伺候 可见 傅娟的爱有多么无条件与卑微 两人奉此成婚不久后 傅娟就为欧阳龙诞下大女儿 虽然欧阳龙思潮前卫 却有个老观念 希望自己的弱胆家业 可以由儿子继承 假之她本身也是独苗 父母自然不希望 祖上的香火在她这里断了 公婆的施压 丈夫的期待 让已经跨入高龄产负行列的傅娟 冒险备孕二胎 因为身体原因 傅娟还孕三次 流产三次 可谓显向还生 但为了抱上儿子 她还是强忍着不适和恐惧 艰难的保胎 经历一番波折 傅娟的二胎还是个女儿 对此她失望至极 不过如果当时她能预知 这个女儿热厚会成为家里最能赚钱之人 也许就不会那般失落惆怅了 这个二女儿就是如今红得发子的欧阳娜娜 生儿尚未成功 备孕就仍需努力 这成为了傅娟心头的一个使命 为了深爱的丈夫 她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备孕 保胎 为了诞下第三胎 傅娟流产数次 备孕期间 傅娟偶感身体不适 就去医院看病 却被诊断为子宫颈癌 幸亏她及时就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病予出院后 傅娟仍然不忘生儿子的夙愿 她觉得只要能生下儿子 就能让公婆和老公满意 让家庭和母幸福 让婚姻稳定 她便寻秘方 还去江湖数十那里占卜 后来总算保住一胎 谁知 瓜熟地落 又是个女孩 那一年傅娟四十有二 已经很难再孕育子嗣了 而公婆与老公欧阳龙 也彻底断了让她追身男丁的想法 在一档节目中 主持人问傅娟 你老公欧阳龙 玉树临风 潇洒多惊 如果外面有人 你会怎样应对 傅娟的回答让很多人 大跌眼镜 她说 只要她诚恳悔过 能够回家就好 自立行间 嘶吼媒体 惩罚的是 这样一来 对于男人而言 是不是犯错成本 太低了 会不会因此一错再错 还不知悔改 不过 多年来 欧阳龙也确实 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 不过各种首位 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不过虽然没有生下儿子 但是几个女儿却很有出息 其中二女儿 欧阳娜娜 更是天赋异禀 从小 欧阳龙就发现 欧阳娜娜音准和乐感 远超一般人 于是就着力培养 台拉大提琴 勤奋努力的欧阳娜娜 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 13岁就以大提琴 最小年纪 考取美国 科蒂斯音乐学院 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后来 她从这所学校退学 又考上了更加厉害的 伯克里音乐学院 如今 欧阳娜娜不仅在大提琴方面 沉寂卓著 还出演不少当红影视剧 吸睛能力不俗 据传 欧阳娜娜成名后 又一回 欧阳龙去台北豪宅区买房 一买就要买12户 称想送给亲戚 并且看的还都是 5000万台币以上的户型 这种有女 万事足的生活 不知道让多少人心生羡慕 因此 欧阳龙也最为喜欢这个女儿 欧阳娜娜有次在媒体面前爆料 说父亲非常黏塌 有时候还会问 要不要一起睡觉 她到外地工作时 对方也会 三不五时地传自拍照 而这也让她直言 有点困扰 而这样过于亲密的父女关系 也曾经引起大众热议 不过比起这个 被讨论更多的 还是欧阳娜娜 以一己之力养家的事情 早前 娜娜刚涉足演艺圈的时候 就有不少网友 扒过她的收入 据媒体爆料 欧阳娜娜半年 就可以赚三亿台币 出道的这些年来 更是赚了不少 而欧阳龙在担任议员期间 月薪仅17万台币 不过还要拿来用在服务选民 娜娜的母亲 虽说曾经也是演员 但是现在 众星回归家庭后 只有零星的通告可以接 姐姐欧阳妮妮 同为演员 但是影响力显然没有娜娜大 老妖欧阳弟弟 目前仍在美国求学阶段 对于娜娜养家这个话题 欧阳龙也有所回应 在节目上 主持人沈玉玲 称欧阳龙以前做过演员和歌手 并说 那几年就赚够了 一般人三辈子的钱了 笑死人 你讲这个 还不够代表我心情 当我讲的再粗鄙一点 欧阳龙打句道 不过 早前欧阳龙的奢侈生活 似乎也能佐证沈玉玲的话 早在2016年 欧阳娜娜事业刚起步时 就有记者 在某烧肉店偶遇欧阳龙 还看到她 特意带了一大袋红酒进去 一进门 见到朋友 她就拿起红酒大方分享 和一旁的女性友人 边吃边聊 席间互相敬酒多次 不过欧阳龙都只是先抿了一下红酒 没有喝进去 用餐完后 欧阳龙的友人要她继续喝 但她一口婉拒 之后便开着市值 约438万元的棕色车 开往某爱美酒店 直到晚间10点多 才略显疲惫坐进车内 先原地休息了一下 才离开爱美酒店 对此 欧阳龙也回应 这就是礼貌嘛 你不能现场三个人都拿酒杯 然后你不拿 从头到尾就只有那一口酒 没有再加过任何一滴 后来那口酒我也倒回去 朋友的酒杯 我一口都没喝 因为我喝酒会过敏 而自己不能喝酒 还拿出那么多好酒 招呼朋友 可见其好舍 如今 有了吸睛能力极强的女儿 她的生活更加豪气 常常开着跑车四处游玩 不过 生活潇洒的欧阳龙也同样有自己的苦恼 因为女儿们都忙于自己的事业 所以一家人很少能聚在一起 提及三个女儿 她表示二女儿欧阳娜娜在内地工作 每天录新歌很忙 还说 她自己写歌 制作唱片 她姐姐妮妮在做自己的品牌 所以 我没什么机会和小孩见面 一切如常 过我本来的生活 这些话里虽然有自豪的炫耀成分 但也难以掩饰她的孤独之情 或许是她提了太多次 女儿们也有所意识 今年她61岁生日时 都特地赶回陪她过生日 当天 大女儿欧阳妮妮在社交网站 贴出她的性身照 并写道 爸爸生日的第一个愿望 都留给了在加护病房的外婆 希望外婆可以早日好起来 而照片中的欧阳龙 依旧顶着招牌由头 但白发多了不少 模样被网友指 老好多 欧阳妮妮也有感而发 说如今在忙碌之余 常常会抽空与父母联系 还提到 父母曾经与他们姐妹说 每天不要忘记 关心自己的父母 不管是一通电话 一封简讯 还是LINE 他们收到都会很开心的 虽然欧阳龙这一生 执着于生儿子 但是他的生活 却被几个女人呵护 宠爱 妻子为了他的心愿 不顾自己的健康 女儿们也非常有出息 不仅让他晚年无忧 在精神上 也给了他极大的关怀 欧阳龙的一生是幸运的 祝福他身体健康 也希望他女儿们的事业 更加红火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